当时我们这一代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小花 因为那个里面呢 就是当时很多这个细节上的信息 就让我们就感受到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比如说他那个音乐 他开始用那个电子乐 那是我们很新鲜的 从日本呢 从那个西方传进来的 然后呢 那个里头还用了很多那个表现人物 激动情绪的时候 用了那种旋转的镜头 镜头语言也开始变革了 今天看过 回头去看 感觉到蛮幼稚的 但是在当时退回四十年前 当时我们觉得看着就觉得 跟过去的电影真的不一样了 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 慢慢慢慢的就是向你张开了大门